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10号在上海也是上演了一场大戏 这就是第十届剑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决赛 那么这个大戏也是有两大看点 首先是今年迎来了剑桥杯的第十年 能够连续举办十届比赛 这项比赛对中国围棋的崛起可谓是功不可没 二是进入决赛的两位棋手 老将瑞乃伟和小将王晨兴 这一老一少都是凭借着外卡才得以参加本次比赛的 虽然有过老将赵志勋在三星杯中凭借外卡夺冠的先例 但是两位持外卡参赛的选手能够会师决赛 却是前所未有 由此也是凸显出主办者的慧眼独具 好了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宇辉七段和陈盈初段 他们将为我们连背讲解的是 2012年金力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击联赛 第十九轮秋郡九段与周瑞阳五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2012金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击联赛的第十九轮 是由山东景之酒夜队的周瑞阳五段 对阵中国移动上海队的秋郡九段 是 那我们就来看这盘棋吧 好 这是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周瑞阳直黑 周瑞阳直白 周瑞阳直白 周瑞阳的黑棋 第五手挂脚 挂脚 然后白棋加工 一间低加 黑棋拖进去 对 这个时候呢 白棋下一手棋 我想啊 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新手了 但是可能在很多节目里 我们也没有比较深入地去探讨 这手棋的这个价值和变化 白棋实在是选择这个拆二 这个拆二呢 应该说是挺有意思的一手棋 是吧 对 这个拆二呢 我觉得是不是2012年的产物 还是 不 最少是2010年之后的吧 因为在我那个时候 学期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搬这个 对 或者搬这个 也就这两个选择了吧 还有别的选择吗 基本上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不过这个往往被归纳于骗招的系列 这是骗招 对 这个少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拆二呢 应该说它的发明者 或者说首先在比赛中用出来的这个人呢 是张许 日本的张许 一开始呢 其实很多洗手对这手棋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啊 感觉这手棋确实感觉怪怪的 像你说的这个班和这个班都已经深入人心了 那么直接拆二这手棋 感觉低感不太好 但是这手棋还真的是挺经得住推敲的 后面的变化呢 也是职业洗手们在这两年一直研究出了很多变化 其实我看到这手棋啊 我首先想到的倒不是说职业洗手 我们研究的这些变化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一个业余棋友 前一段跟我在交流的时候啊 我的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说王老师 我最近拿白棋 就是直这一方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下这手棋 特别喜欢下这手棋 那这手棋有什么特别的吗 对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喜欢下这手棋 他说我在网上跟别人下棋的时候 我只要下这手棋 我的对手肯定就会下这里 然后下这个班呢 就是这个拆二的如意算盘了 白棋一班 对 然后他说 只要我的对手一下这里 我就先大笑几声以后 然后再班这个 如果真这么下的话呢 黑棋如果吃 白棋再尝 对 那黑棋只能吃这个了吧 黑棋只能吃 没办法 那白棋再吃 确实看到这个棋行 谁都会笑 是 再尝进来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这个棋还真的是 黑棋就算中计的一个形状了 以后刺一下白棋街上 那么黑棋这个地方 虽然提了一个子 但是整块棋不活 是处于被攻击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白棋的角上呢 空也挺大的 这个是白棋的如意算盘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拿我刚才我讲的这个身边朋友发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呢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实际上当白棋拆二之后呢 黑棋的下法有很多 但是唯一肯定不能下的下法 就是这个班 是这个班 这个棋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千万别走这个棋 那其实除了班之后呢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个形状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班肯定是有人下过 是是 但是很快就被锁定了 对 然后后来是顶 对 这个棋呢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了 当大家意识到这个班肯定不能下了之后呢 最常下的是这个形状 顶这个 顶的话白棋立 然后就单跳一个 跳 是 陈炎摆的这个棋呢 是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古老的定士了 其实所谓古老 就是两年前的定士 那么白棋拆二 那黑棋再挡 黑棋再挡 然后白棋再拆二 对 这个形状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是占据了一个主流的定士地位 但是呢 后来经过大家的这个一致认定啊 就觉得这个棋 黑棋一方呢 还是速度有点偏慢 主要是这五个子呢 才在脚上围了不到 实木棋的这么一个木树啊 效率也不是很高 看上去白棋这两边的拆二 也没有围到什么实际的木树 但是呢 白棋的速度很快 对 白棋等于说是有两个发展方向 黑棋呢 只是在脚上 是 所以这个棋 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呢 感觉黑棋的速度太慢 而且 确实也经过很多盘的实战验证 这个棋下到后面呢 黑棋的贴幕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么下黑棋的棋手就非常少了 这个也是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黑棋呢 就开始在寻求在这个 面对白棋这个拆二啊 黑棋有没有更刚一点的效率 是的 大家都在思考 到后来的时候呢 黑棋就有人发明了这个点 这个点呢 还真的是一部挺不错的棋 对付这个点呢 白棋就是不能太轻易的去硬 那我们第一杆肯定就是挡上了 对 白棋还真的不能去挡 应该说这一点呢 是如果说白棋这个拆二 是给黑棋挖了一个陷阱啊 想让黑棋来中套 那么这个黑棋这个点呢 实际上就是反过来 给白棋挖了一个坑 让白棋去往里跳 那么白棋如果现在回过头来挡的话呢 就是毫无疑问 是最中计的一个形状 这个时候 怎么说它中计呢 对 如果白棋挡的话 黑棋在这个时候一搬 这期跟刚才就大不一样了 如果白棋依然是连斑 对 那么黑棋就不从这吃了 黑棋可以从这打吃 从这吃 然后再接上 这个棋 白棋只能拐回 白棋要坏了 对 就这么下的话呢 黑棋就算虎一个白棋也不行 对 那等于说是这两个白白的交换 是 是 白棋是大亏 这个亏损的很严重 关键是如果没有这个下反的话呢 刚才黑棋如果从这边打吃的话 白棋是可以吃进去的 白棋是可以吃进去的 你打吃它就立一下 这个棋 黑棋下一手 这个阶和这个段是难以兼顾的 那可能只有粘上了吧 白棋就把这个字打拔掉 这个黑棋实际上是不太满意的 但是我们看 如果是先飞一下 等你挡的时候再交换 我搬 你连搬 我们再下成这样的话呢 你现在就不太能吃这个了 你现在吃的话 我追吃一下 你还是只有力 然后我再虎过来 那么本来这地方是有断的 经过这两手棋的交换 这个断没有了 断点不存在了 所以说 刚才黑棋这个飞点呢 是暗藏杀鸡的一手棋 白棋呢 对此还真不能等闲适之 如果这么简单的一挡啊 就是毫无抵抗余力了 被黑棋再以斑 这白棋就极端的不靠谱 这么下棋 这是不行的 是 看上去呢 这现在的棋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看上去当然的一手啊 还在这个局面下 还恰恰就是恶手 对啊 就是中棋图 是 那白棋不中棋 到底应该怎么应呢 对 白棋现在基本上就是两种下法 一种是小尖 小尖 小尖 对 这个棋呢 在日本张许的实战里呢 应该也是经常见的 然后黑棋尖顶 这个局部可以形成一个 比较简明的定式 然后再立下来 对 然后黑棋立之后呢 白棋飞这个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头基本上也不太好出了 因为这里有弱点 这个压出去呢 也比较损 黑棋获得脚上的实控 白棋在外面呢 获得一些利益 基本上这个定式 我看啊 还是可以列为两分定式的 这么一个格局 这个尖是其中一种下法 那还有吗 还有 还有就是白棋 也可以考虑立这个 立这个 对 立这个的话呢 黑棋两种下法 黑棋一种下法就是顶回来 顶回来实际上跟刚才有一个图呢 是还原的 就是你可以先顶 我也可以先顶 等你立的时候再跳这个 这个跳就是说 它的语言就是不要求黑棋在这里 花两手期了 这个跳如果你挡的话呢 它可能就从这边直接加工过来了 等你跳出来 它再贴出来这么作战 总之黑棋就不会在这里再花两手期了 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的思路 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我飞你走这个的时候 我也可能不顶 我也可能不顶 我可能直接跳 这个下法的话呢 就要比刚才的那个图要好得多 那等于省了一手期 省了一手期 走在了不关键的地方 这手期换了一个位置 放在这儿厉害多了 现在如果你还是拆 我不用顶那个 我直接挡住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们可以清楚地比较一下 就这两个子的位置放在哪儿好 那可以说结果是一目了然 显然是这个要更有攻击力一些 对 这个棋就是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 再到后来呢 就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 这最近一段时间吧 黑棋这个靠非常的流行 就是它既不飞也不顶也不搬 它靠这个非常的流行 这个靠说实话 就我以一个职业棋手的这个眼光来看 它流行的基础在哪里 我还真不是太明白 就是刚才的那些图 比如说这个非典的那些图 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 也完全可以接受 如果是因为我比较懒惰了 我这个看到一个变化的 觉得如果我这么下 已经完全可以接受的时候呢 我就可能不太会再去动脑筋 去寻找有没有更好的 有没有更好的 因为我已经得60分了 我得60分对手只有40分 我想寻求变化的应该是对手了 不用是我了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是也说明了 为什么在当今奇谈上 看到越来越多的90后小朋友出现在战场上 是 我刚才阐述我的这么一个思维模式 不能说是正确的 这只是我的一种下棋的一种方式 你刚才提的那点特别好 就是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 很多小朋友年轻的90后棋手 他确实是追求的是什么呢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他们精力也充沛 这个研究齐的时间也多 然后对齐的这个感觉那也比较敏锐 所以像这个靠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列举为 黑齐在这个局部在追求更好的下法 就是这个黑齐嘛 你想邱骏那么用功的一位棋手 他对以前我们摆的这些变化 他肯定全部都是了入智障 但他还是下这个靠 这个靠呢肯定是更具追求 对据说呢这个靠一个啊 是他们最近啊 这个国家队在研究的一些新的定势 新的变化 对 因为今天中午其实我还给小杨打了电话 我还问了他一下 我说你对这个研究的状态现在是什么 就是你这盘棋下完就觉得便宜还是亏了 他说目前的这个定势 其实还在大家的一个研究中 没有定论 但是还没有定论 不过这盘棋有定论了 一会儿您先给我们摆上之后 大家也来判断一下 我再揭晓答案 好好好 其实这个靠呢 作为白棋来说 定式的下法也已经出现了 就是如果经常关注世界大赛的棋友们 可能会发现前一段像百灵杯里 有一些棋谱就已经这么下过了 白棋是搬的 然后黑棋搬 那黑棋也搬 对 然后白棋就把这个子吃掉 再吃掉这个 这个图怎么样呢 这个棋我觉得应该也是两分的一个局面 然后黑棋吃 好 那白棋提掉 对 这个百灵杯里好像好多棋手都在下这个图 我在一段时间里 看网上的棋谱 看到好多盘这样的对局 然后蒸 蒸掉 白棋这个必须得搬吃住 黑棋可以加一下 这也可以不加 关系不大 就提掉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变成白棋实地和黑棋外式的这么一个对抗 您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白棋 我喜欢白棋 对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两分 但是我觉得白棋这个实地还是挺厚也挺大的 这朵花提的呢 虽然很厚但比较是厚手 外面白棋比如说分头一个 这个棋将来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呢 有点未知 有点未知 所以我的判断是我觉得白棋还不错 其实 对 现实的实控已经拿了 但是我得必须得跟大家讲一下 就绝大多数棋手认为这个是两分 我的意见呢 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如果说大多数棋手都跟我认为的一样 认为这个棋是白棋优势 那我想 可能就是白棋好 或者是大家都是 就这些棋迷跟您一样都是喜欢实控的 反正大多数职业棋手不是这么认为 如果大多数棋手跟我一样认为是白棋好 那么白棋就不用走这个了 因为实战的周月阳走的是这个嘛 没有班 对吧 显然周月阳的判断跟我是有出路的 他这盘棋选择的是这个长 他没有选择班 但是这个长呢 从后来的结果看 如果作为新手的话呢 也是要经过退敲 要再经过退敲 对 长的话 黑棋这个班 这个班我想是不是出乎周月阳的意料呢 他以为对手会下什么 这个你问过他吗 没问过 对 他没有说 他就是给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定 他可能以为还是定吗 那定我就定呢 那这两手棋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再加工过来 其实差不多 这个很难讲 其实 这个我不知道周月阳是怎么考虑的 但是他可能会忽略了这个黑棋可能有班的下法 实战看来呢 黑棋这个班还真的挺有力量的 我也确实没想到 这个白棋这个场我是思考过 但是我没想到黑棋真的就这么班 然后白棋班的时候呢 黑棋就上俗手顶 这个下法真的我是第一次见 看着这个招法非常的直接 很俗 很俗 但是呢 确实很多棋的下法呢 不能用感官上的这种 这种印象上来判断 总而还是要以它这个实际的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是你不能看着它不行就说它不行 这个棋确实从后来结果看 这个班的顶很有力量 对 让白棋很麻烦 这个字肯定不可能 对 白棋肯定不能爬 白棋爬被一吃直接蒸掉了 这个棋这个字要被吃掉 棋也就结束了 所以呢 它现在这个棋啊 它顶一个其实有点痛苦 它很想单立 但是这盘棋单立可能又真的不行 人家会冲吗 单立我肯定会冲 其实单立如果我顶的话 你接住这个棋白棋还可以 黑棋这个形状不好 有缺陷 但是你如果立的话 我估计黑棋肯定会冲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这肯定不能度过 只有顶 那么顶的时候呢 估计黑棋就退了 退白棋只有往下拐 然后黑棋再压一下 这个压的白棋很难过 白棋这边的形状好像比较糟糕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你待会还是只有长 长的话黑棋就把这个子吃掉 下一手贴下来和这个加工的剑合 这样下棋的话呢 我估计还是白棋苦战的一个格局 这个被贴下来也很不得了 白棋的角上的木其实很少很少 这么下白棋也不行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其实挺痛苦的一个局面 对 那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那继续可能也只有实战的顶 只有他实战的顶 但实战的这个顶呢 我们必须得客观的讲 他是有俗手嫌疑的 但是他为了防守刚才那个图 不能下他刚才那个图 他只有顶 这个是有点痛苦 黑棋爬回来 这个爬得很舒服 你看这个顶跟那个爬交换 它能是好气吗 局部来说的肯定不是好气吗 对 然后再厉 对 他也不敢拐出来 拐出来的话 人家这个沾一下以后 二路一度 真子也是白棋不立 只有厉 然后黑棋再长 白棋再接 其实这样 看着白棋这么顶了一下 其实倒是亏了 对 这个主要是帮对手 走了一个好的形状 然后黑棋 对 关键是这一下压得特别舒服 压得白棋是痛苦不堪 要是 没得反 可以的话 那肯定是要扳头的 但是这棋就是扳不了 非常想扳 只有长 那这个被压一下 很不舒服 然后黑棋再在这边加工 对 这个棋在加工之前 其实我们就从局部而言 倒也很难说 黑棋获得了多少便宜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 给大家着重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棋是 白棋先站着脚 黑棋去挂脚 一般来说 先站脚这一方 在局部进行的定势中 要有一点便宜赚的 否则你先手效率 体现不出来 对 本身是白棋二打一的 一个形状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出来这一点 所以说 我们以此这个来判断 就是 对 陈云你还没揭晓 这小答案我就差不多给揭晓了 确实这个棋我也觉得 觉得白棋是有问题 有点问题 从这个进程来看 和结果来看都有问题 它现在只有六母棋 只有六母棋 跟黑棋的目数差不多 而且黑棋的这个子 明显在高位 白棋的子都被压在低位 这个子现在看来的位置也偏近 给黑棋留下这么一个 可以 很好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机会 对 所以说下场这个局面 这个局部的定势 应该是黑棋得分 倒不能说白棋亏了很多 起码黑棋是得分了 65分对35分的概念 我觉得是 对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定势的判断 是不是跟王老师一致 我应该确实不应该过早的揭晓答案 那这个棋呢 反正靠的时候这个长 现在来看 黑棋这个扳了顶 看上去的俗手 确实很有力 这个白棋以后怎么对付 还是要考虑一下 对 所以说这个小杨的结果 其实也是觉得自己 在这个定势上 可能是烧亏 所以他也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碰一个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去应对 是 我们在想 这盘棋是 对于是山东队跟上海队 两支队的一个对抗 对 这两支队呢 其实在历史上 维甲的历史上 应该说都是很强的队 都拿过维甲联赛的冠军 是 山东景之队呢 是2010年的 这个维甲冠军 是 上海队呢 是三冠王 对 上海队在历史上 曾经三次获得过冠军 对 队里面呢 有像秋军 胡耀宇 长浩 这样的非常厉害的棋手 但是呢 我们在挑选这盘棋 棋谱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一点 就是 这盘棋 不仅比赛的内容 比较精彩 而且呢 它也是相当 关系重大的一局棋 一场对决 因为这两个队啊 现在 它还真不是在争冠军 它是在为了保级而奋斗 所以啊 我在网络上啊 看到了有这么一则消息 说是 本应是巅峰对决的两支队伍 现在呢 竟然是为保级而战 真的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也 就是问了一下小杨啊 他也是想不通 然后我说 这个 现在 就18轮过后啊 你们之前 就是在下这盘棋之前 这个心态怎么样 他说呢 小范 就范婷玉嘛 然后还有这个周睿阳 姜维杰 其实都是90后 比较有代表性的 抢手 对 抢手 非常抢 但是呢 好像他们最近的比赛 确实比较多 比较忙碌 是 他们现在已经感觉到 这个维甲联赛 给他们带来的 这些重大的压力 是 他们已经啊 在互相鼓励加油 真的 说这个千万不能降级 是 其实山东队真的很厉害 我们给大家掰了指头 一个个算啊 首先是姜维杰 世界冠军 拿过世界冠军的 这个第一位拿过世界冠军的90后 然后呢 范婷玉 打入了硬实杯的决赛 有可能成为历史上 世界围棋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只要他赢 他就是 他比李昌浩 他这个创下的记录 年龄还要小 然后周瑞扬 我们现在讲了 周瑞扬也是刚刚打入了 百灵杯的这个世界比赛的决赛 对 这三位90后的棋手 那太厉害了 再加上还有老将周霍扬 周霍扬也是 也是世界冠军 亚洲杯的冠军 成名已久的这个棋手 对 这四位棋手 你说他拿冠军其实都不奇怪 要是弄到降级 那就真的有点 让人梭目不透了 对 说明现在的这个维甲联赛 真的是群雄并起 是 是 是 其实上海队状况也差不多 上海队三安冠王 也都是明星 对 现在还也要沦落到 保级的这么一个境地 就是说明我们整体的 这个维棋水平在提高 我们常说 国内的维甲联赛是练兵 是吧 目的就是为了 让更多的年轻棋手 得到锻炼的机会 然后去世界赛场上 获得更好的成绩 现在看来 当初创立维甲联赛的这个目的 毫无疑问是达到了 而且应该说是大大的 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但是王老师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在维甲联赛上 经常有这样一个怪圈 就是在前一年夺冠 然后今年就沦为宝籍 以前的杭州苏博尔 是 09年 杭州苏博尔队09年 获得过冠军 10年降级了 然后今年是 去年辽宁绝花岛 是维甲联赛的总冠军 今年他们的成绩 也相当的不容易 现在好像还是倒数第二名 也觉得很危险 那这一点 跟我们刚才的判断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真的冠军跟宝籍队伍之间的 这个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 上一年发挥的好 拿冠军 这一年发挥的不好 同样的几个人也可以降级 应该这个是好事 我的判断真的是好事 好 那我们就是再来看一下这盘棋 好 回过头来看 当黑棋压到这一头以后 现在这个棋毫无疑问 要回过头来 要去加工白棋这一个字 对 但是在加工的这个选点上 实际上特别的值得商榷 值得推敲 沈妍 我觉得 我想问问你 如果你下的话 你觉得会加在什么地方 我可能加在这儿吧 因为我一般就加工别人 我如果加太紧了 我怕效率低 加太松了 我又怕人家洗活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 比较中间的一个加工方法 你别说 我觉得你这个选点 应该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甚至有可能比它实战的悬垫好 真的吗 白树大概会跳 你可以算我刺一下 对 我刺一下 刺一下 这个只有尖 那我可能震过来 尖一个 尖一个 小尖 尖一个稳妥一点 对 你要尖的话 这个地方的形状太弱了 以后它这个一搭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又断 或者直接尖你也不舒服 有点薄 本手要尖一个 对 如果它跟着贴的话 你就得压这个 这个棋其实 其实这么下去的话 我觉得作战的前景的判断 毫无疑问是黑棋好 因为白棋的位置太低 我们需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看上去这条边 白棋先站的一条边 两个字 这个地方你要细数子力的优势 毫无疑问是白棋子力优势 但是为什么我的判断 是当黑棋压到这以后 尽管白棋拥有子力的优势 在作战的前景上判断 却不乐观呢 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了 白棋的子力偏低 对 你看这些字 二三路的太多了 对 你现在这个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如果你不硬的话 这个扳子连扳下来受不了 太痛苦了 如果硬的话 这个头可能会被 如果你继续这么硬的话 那这个棋就是越走 这几个子就越危险 虽然白棋在这边 获取了一定的实地 但是现在的核心 现在的主要矛盾 实际上是这个环节上的作战 只要黑棋能够争个先手 比如说黑棋再压一下 你可能还要走 黑棋争个先手 中央什么过来一下 顺着公理的态度 这边再挂个脚 走着走着这个白棋的 肯定是被动的 一塌糊涂的局面 这个棋 就是子力偏低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跟对手的作战 要小心 要小心 最好不要去 轻易地去挑起 这种决战的态势 那么我觉得 你这个加工的 这个选点 其实是挺好的 如果我下的话 也会在这吗 对 如果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稍微地 思考一下这一点 我可能会选择这一点 那高位的话 我就担心对方不跑了 他从这边逼过来 对 实际上这样的话 就我的判断 应该也可以满意 也可以满意 因为这样的话 我中央就变成后势了 我也不运气压这些了 再补一个吧 那么即便是这样 我就再把你这个 花一手把你这个吃掉 这地方的效率 也是很高的 我估计你可能会飞 你飞实际上 我都准备补一个 我就贴住 这么老实 很厚 那我觉得您这边黑棋 会不会手术花的 有点多失控 也有可能 你大概守这个 但是这个局面 就这个整体的判断而言 应该说黑棋也没什么不满 黑棋很厚实 那你这个加工的 就比较凶一点 确实我也很欣赏这手棋 这个加工的 就是不给对手退路 因为刚才确实 加工在这 白棋有退路 白棋底下有溜过的退路 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被逼着 只有往上跳了 但这个一点的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当如果我走这个 黑棋的加工 白棋也跳的话 在作战出头的方向的时候 我这个高一路有优势 有优势 我这个是比较攻守兼备 比较防守性的一种加工方式 你这个呢 就是完全不考虑防守 这个一门心思 只考虑进攻的态势 从这两手棋 我们的判断上来呢 棋友们也可以看出 我跟陈英的棋风的不同 对 我还是比较老成一点 给自己留有退路 留有退路 不思进先思退 你这个棋 我其实也很欣赏 但它实战的这个加工的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有问题 我略微的在这里要批评一下 这个理由呢 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加的近 它这个子轻了 它可以不要 本身它这个就有先手 它一加工 你要一跳 人家还可以度过 那么加的太远呢 就是你刚才说太松了 以后它这个直接摆个小差一局部 想活起很轻松的事情 对 那么这个加工 这个威力显得确实有限 有限 所以呢 我觉得你这个选点啊 是恰如其分的 当中介 谢谢 这个挺好 它这首棋 我觉得 稍有问题 稍有问题 对 白棋 既然加这么宽 白棋必然要跳出来 是啊 这个局部跳出来之后 对于黑棋 也没什么选择了 黑棋还是只有出头 然后白棋斑 黑棋只有斑 再连斑 连斑 这个连斑是为了争先手吗 这个连斑其实有损的地方 我看黑棋斑还是算了 他可能 我明白了 他这个连斑 刚才我做准备的时候还没想到 他这个连斑就是为了防止这个 因为他现在不肯退了 他担心退的话 落后手 这边被你挂脚 然后再进攻这边 不舒服 所以连斑他为了争先手 如果直接拖鲜的话 担心以后人家打吃完了以后 怕太严厉了 他先扳着一下可以缓紧一下这个打吃的严厉程度 对 不然的话人家下边被人扳一下 他就受不了了 如果你脱鲜的话 他这个先手一打吃再一爬 这个棋黑棋 白棋真的要坏 要麻烦 你现在肯定不能去弯这个了 这被蒸掉了 坏了 你现在如果跟 但是不管硬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被一扳 白棋整个快棋的死活要出大问题 所以他这个连斑是为了强征先手 长 这个整体的作战的态势 其实走在这 虽然黑棋这个加工点值得推敲 但是整体作战的前景 我们刚才判断的基础已经有了 就是还是黑棋好 实际上还是黑棋好 因为白棋的子力还是低 走着走着 黑棋的这些子都是在 间接地影响的 这个白棋的两个比较薄弱的子 还是黑棋好 然后白棋 抢个先手 大飞逼住 对 如果说前面像这种棋 都是小小的值得推敲的问题的话 下一手黑棋的这个棋 大问题手 这个是大问题手 对 这个我没像你是让给小杨打过电话 但是我可以判断算 小杨一定也会在自责这个棋 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白棋有弱点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的弱点呢 可以把它归纳为是战术层面的弱点 就是这个弱点有 但是不致命 不关键 真正白棋的大的战略方面的弱点 实际上是这两个字 这个局面呢 现在作战的焦点是在这里 这里的关键一手棋是天王山 作战的天王山 小杨是白棋 对对 小杨是白棋 秋军的问题 我有说错了 这个棋 黑棋应该在这边兴棋 黑棋实战 秋军从这边走棋呢 是看上了这个战术上的一个好点 但是忽略了战略上的要点 那应该先动手 对 好棋 好感觉 陈英最近还是 涨了 技术上的进步还是很大 涨了 对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后来看 就是这一点 如果被白棋镇住的话 在这个局面的作战 毫无疑问 白棋是优势一方 黑棋是防守一方 那么当黑棋走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态势马上是180度大转弯 黑棋走到这以后 隐隐约约的已经是一个大的包围圈了 我相信就这个局部来看 棋友们应该都能看得出来 视觉上的效果就能看得出来 黑棋走到这以后 白棋不可能脱线 白棋再脱线的话 这个地方被黑棋再动手 可能就要被吞进来了 对 那么白棋不管在这个地方 进行什么样的防守 比如说你跳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回过头来再走这个棋 也便宜很多很多 对 这俩交换 就已经把这个白棋都给压低了 是 因为白棋现在确实在黑棋 这种进攻面前 白棋没有时间去补这个棋 当然白棋当时 争这个大飞手脚 可以理解 这个大飞确实太大了 如果被黑棋挂到的话 不仅黑棋自己获得的实地和根据地 空白棋可能也都不够了 但是这个时候 黑棋确实应该走这一点 这是战略上的极所要点 双方攻防转化的一个天网山 必须要争了一点 等于说他选错了目标 选错了战斗的方向 他选择的战斗的角度 确实也很厉害 邱俊在局部的这个计算也很厉害 他选择打吃爬 这手棋价值确实很大 然后从局部而言 也是很凶狠的一手棋 但是这个是战术层面的 它再大再凶狠 也没有说对局面能够起到 特别关键的一个影响 白棋在这个情况下 白棋只有防守 只有做活 你现在如果走这个被反扳 这棋白棋要崩溃 对 这个主要是被人家扳了 打一下 你可能跳一个好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 你反正现在我扳的时候 连扳也不能成立 你退 这个总要做活的 这个白棋不行 这白棋不行 所以白棋 当黑棋爬的时候 白棋这个弯呢 是只此一手 黑棋跳出来 那黑棋在这个局部 还是要落后手 落了后手 其实现在如果回头是岸的话 交换两手棋再走也可以 这样 也可以 对 这个棋是损不到哪去 如果你将来扳住的话呢 损一点点 因为我以后拐头 你反而变成软头了 这个棋损了一点点 但是对于职业骑手来说 它思维都是有惯性的 我相信没几个人 能够再交换这两步棋以后 突然间刹车 思路大刹车 就不在这走了 然后又回过头来走 这个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所以走到这的时候 黑棋这手棋 已经是完全可以理解 这一手棋了 惯性 惯性思维 那么白棋正到先手以后 回过头来震这个棋 应该说白棋 是大大的输了一口气 本来这个局部的定势 我们刚才讲了 黑棋已经把白棋 压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作战的这么一个 双方决力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黑棋已经获得了优势 但是黑棋没有抓住 选错了攻击的目标 这一拳打上去 确实打得很凶 但是没有打到 别人最疼的地方 这个是黑棋的 第一步问题 好 那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先走一个 再走出来 那好得多 如果真的能 我走一手棋 你害怕了 你赶快防守一下 这样的话 我再走这个 那好得太多了 但是您现在再走这个 我觉得我不会下这个 你不会下 你气盒也得搬吃我这个 我在这怎么能 争个先手 或者是就索性就 对 但是争先手的话 也不是那么好争的 真不是那么好争的 你除非要撞 但是这个撞起来也很痛苦 这个 那可能确实不肯 但其实就是 黑棋不走这个 直接走 那就是让白棋选择 看你敢不敢脱限 这个也是给白棋 出一道难题 像现在黑棋这么下的话 白棋没有难题 白棋也没有选择 肯定是震这个 这个震也确实是绝好点 很舒服 然后黑棋拆这个 对 球棋拆这个 这个肯定是第二步问题手 在这个续盘阶段 这个看似一个这么大的大厂 为什么它是问题手 对 其实道理跟刚才还是一样 确实是很大的大厂 价值非常大 但是它不是极锁 这个时候 这个局面下 黑棋走完这几个字 这个局部并没有完全交代 完全就是说 你已经后方已经肃清了 不是这样的 这个棋一定要再加一道 这个拐非常大 巨大无比 只有把这个三个子 牢牢制住以后 才可以印证出 黑棋当初的这一拳 确实是有收获的 否则白棋如果这个三个子 将来不管是跳还是贴 白棋逃出来以后 你看黑棋的收获 其实也很小 看不到什么明确的收获 而且这块棋多少还是有一些薄 多少还是有一些薄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拐 黑棋拐了以后 再加强一手 是 黑棋这个拐以后 白棋这三个子 其实已经不太能动了 你看现在看上去能跳 但是真的跳出来的话 可能会死得非常的惨 这三个子被制住以后 黑棋不仅收获了这个地方的实地 而且隐隐约约的 你看将来这地方 如果我能再拆一个的话 马上这个模样就形成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也是棋锁 棋锁 我们都知道棋锁比大厂 那个大的 更重要 对 那不是大的一点半点 这个拆真的只是普通的大厂 而且这个大厂 究竟是站在这里好 还是站在这里好 还是站在这里好 这个很难讲 这个值得判断 或许这几个大厂 都是99分的大厂 但是唯一100分的是这个 就是棋锁 对 这个棋一定要走到这一手棋 才能够使我刚才下的这几手棋 变成彻彻底底的好棋 然后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 我们知道其实下围棋 不就是这样吗 围棋的子放上去是不能移动的 是吧 跟其他的棋类不一样 怎么样能够赢下这盘棋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棋 变得比对手效率更高呢 那就是把自己先前不能动的子 要提高成最高的效率 是 就是这样 如果我下的每一步棋 跟前面的棋能配合上 让前面的棋和这一步棋 都变成好棋 那我的效率一定高 一定比你厉害 如果相反的话 那这盘棋估计是很难输的 估计很难赢的 最估计是要输的 那拆完这个以后呢 白棋这个就马上就冻出来了 对 马上就冻出来了 这个冻出 这个其实可以考虑贴 我觉得可以考虑贴 贴的话变得更凶一点 它现在在跳呢 邱骏比较机敏 邱骏拐到这一点了 我觉得如果是我想的话 这个贴应该更凶 贴完了以后 黑棋的形状其实也很有问题 跳的时候 黑棋这个拐还是好棋 然后白棋在跳 对 后面呢 我们刚才讲的 黑棋在短短的招手之内呢 是连续出现了两部恶手 其实后面呢 马上要出现第三部恶手 第三部恶手 对 它实战的下法是第三部恶手 我们可以揭晓一下 它实战是下这个 这个看似正正常常的一部大跳呢 就是这个决定性 让黑棋陷入决定性烈士的一部恶手 所以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让棋友们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这不是恶手 这不是恶手 那么正确的招法应该走在哪里呢 这个值得让棋友们稍微的考虑一下 好 那大家思考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刚刚呢 王老师说了 这个邱骏的这首大跳是恶手 是 不知道通过刚才的这个休息啊 大家有没有这个思考一下 它为什么是恶手 对 其实我觉得黑棋出头也蛮正常的 为什么说是恶手 我还真不知道 是 这个棋呢 就是要琢磨 要琢磨 这部跳呢 它确实是一部很正常的出头的方法 反观无恶手嘛 一个大跳 堂堂正正的 向中央出头 但是这个跳完了以后 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部棋本身是单观 本身是单观 它没有目数 而且呢 跳完了以后呢 由于这块棋 黑棋在变厚 那么白棋这三个子客观上也在变轻 也就是说黑棋在自己出头的时候呢 没有起到一个良好的进攻的作用 这个时候最佳的下法是应该先将对手走重 它应该刺 刺这边啊 对 这时候黑棋的下法应该刺 那白棋大概要沾上 你这个沾呢 就是我太欢迎了 是吗 我在叫吃 你要不要啊 那三个子棋筋 我就是非常想要 但是我要 只有我这形状又聚丑无比 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 我这手棋完全可以省略 我就把你这三个吃掉多厚 我干嘛在中央走这种单关啊 所以你还是得要 你还是得要 那你要的话 你先让我很愉快 这个我都已经摆不下去了 对 我摆黑棋 您摆白棋行吗 好 那么现在黑棋应该下哪呢 我当头一震啊 很好看 我就算跳我觉得也行 就再跳也很好 就跳一个是吧 因为这样下的话呢 白棋已经莫名其妙地就被刺成一团大饼了 而这团大饼呢 既没有眼又沉重 气还紧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再回过头来跳 那跟后来的局势相比呢 将发生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是 一般职业棋手 如果让它在棋盘上出现了 这个大饼啊 其实就跟我刚才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真的是不忍心 就是摆在棋盘上 对对 太痛苦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下成这样 被我吃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白棋确实也很难办 那这种棋 显然在这儿要好多了 对 在这儿要好得多 但是即便是在这儿的话呢 黑棋现在就算往回贴回来啊 往回贴回来 把这个地方补得很厚实 同时呢 让脚上的实地呢 得到相当程度的加强 即便是下成这样的话呢 黑棋也要比实战更好 因为白棋这个子啊 白棋这一团子 在无形中变得很沉重 后来黑棋这个大跳 看上去堂堂正正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这一步棋之后 黑棋刚才的那些下法 就是让白棋变成沉重的 那种下法的机会呢 就再也没有了 因为它这个多花了一首棋 效率已经降低了 以后你再吃这三个子的时候 白棋真的可以考虑不要了 对 因为你即便吃掉以后 你这首棋的价值就非常的小了 对 那就是一个单关 现在看不见木反正 犯在中央是一个落空的棋 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呢 那真的是既不可失 失不再来 所以这个棋 看上去堂堂正正 很漂亮的一步棋行 往往还真的有可能是坏棋 所以这个棋真的是跟我们 跟我们人生一样 就不能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 你看上去它一开始那种 很俗的棋 低感好像很不舒服 但还是好棋 还是好棋 这个跳呢 看上去堂堂正正 一块素素的反而是坏棋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王老师 就是这个新世纪的围棋 容不得我们这么 慢慢悠悠的来行棋 机会不能挥霍 对 都是在追求效率 好像都尽可能的 把速度下得最快 把效率下到极致 对 要追求最凶狠的下法 不能够光是下这种 看上去堂堂正正的棋 还要追求实用 要追求实用 好 那么现在呢 白棋这个是绝好点 这个下来之后呢 实际上黑棋在这边 是有形状 是有缺陷的 但黑棋也不好意思 这么直接补 如果这么直接补 让白棋这个拆出来呢 其实白棋就太舒服了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棋选择的下法是长 很长 对 这个长你说它是什么意图呢 那它肯定还是想让白棋要这三个字 是 然后想让它双 我顺势 对 是这个意思 如果白棋双的话呢 就是郑重黑棋的意图了 黑棋顺势再一走 这个断点还依然有 下一个时候这个冲很厉害 白棋还得走 那么这样的话跟刚才不一样了 等于黑棋先手补助的这边的弱点 那黑棋这边就过来 对 还可以过来加工住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被白棋拆出来的话 不仅白棋整块棋做活 而且黑棋成空的这个潜力呢 也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黑棋如果在这能够如这个图所示 睁到先手加工到这的话呢 那太满意了 对 整体来说实际上白棋还是没有摆脱 这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境地 起码在这个局部是这样的 那面对黑棋这一场之后啊 白棋有妙手 好棋 给大家一秒钟 所以说下棋呢 就是不能够想得太如意 其实我觉得如果邱俊一开始就想到了 后面的局面啊 他一定不会下这个 他就是把这个棋想得太如意了 觉得即便让白棋下来也没关系 这一场 那你三个子还能不要吗 但是偏偏就是这样 由于黑棋多了这一个单关之后 这三个子已经不是提金了 已经变轻了 对 就是价值不是那么大了 我们看啊 白棋实在 靠下来 好棋 这个靠是好棋 这个靠呢 真的是需要一些想象力 需要一些想象力 就是这三个子呢 一般来说 可能如果不是周围阳水平 低一点的职业写手 可能还是要 可能还是要 就舍不得 对 舍不得 舍不得 要舍 才有德 对 要舍才有德 这个呢 维其视觉另两句 一个是舍小就大 一个是逢微虚气 其实用在这儿呢 都是很可以 很贴切的一个语言 逢微虚气 那么这几个子呢 实际上已经是残子了 刚才不是 现在是了 这残子呢 如果像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图 一定要拽回来的话呢 那就说会给未来的这个进程啊 带来极大的麻烦和不便 那么舍小就大 弃子争先呢 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 现在这已经小了 把这几个子弃掉 可以获得更好的 全居方面的这么一个利益 何乐而不为啊 对 是吧 而且棋盘上啊 我记得以前有老前辈说过 棋盘上没有你不能弃的子 哪怕是棋筋 有的时候也可以棋 对 因为围棋是活的嘛 没有什么东西是很久不变的 刚才是棋筋的棋 下一步棋可能就不是棋筋了 这个变化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慢慢的提醒的自己 如果觉得一开始 我比你厚 我永远都比你厚 一开始是棋筋 永远都是棋筋 那这个犯的什么类型的错误呢 这个叫刻舟求见 是吧 那就是思维比较僵化了 是的 现在黑棋既然走了 那还是要吃了 对 黑棋这个时候只有吃了 因为你没有选择了 你要走别的的话 再被白棋顶到这个形状的时候 黑棋形状就崩溃了 所以黑棋只有去吃这个子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很轻松地点脚点到这儿 这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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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子完全地形成了对黑棋这个腥味的很好的包围 当这个三三点到这儿的时候呢 本来 本来黑棋一开始定时占的便宜啊 局势还不错的这么一个一个情况呢 现在已经改观了 现在应该是白棋优势了 那其实这个定型呢 显然肯定是白棋优势 但是王老师 我对这个点脚啊 稍微有一点疑惑 我觉得看似就必然的一手啊 但是呢 白棋这样简单一点 以后黑棋呢 这个子并不是说被白棋完全控制住了 我觉得它之后呢 还会有一些严厉的手段 正如我们实战 一会儿呢 大家也可以就是来一块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形状是不是会拖在这边好一点吧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我还真的没想到呢 点脚也是第一杆 你这么一说 我顿时觉得有道理 那陈寅最近的棋还真的是进步挺大的 对 拖的话黑棋不好下 因为以后白棋如果补棋的话是一样的 补在脚上总是没棋 但黑棋也不太可能搬这个 只有搬 搬里就退是吗 这样黑棋就算活脚 白棋拆回来 这个下法确实有可能 就算这么活脚 就拆一个也很好 对 大家可以跟后来的这个实战的图 一会比一下 有道理 这个点三三是很多职业棋手的第一杆 我也不例外 但是确实后面黑棋还留有一些手段 但不管怎么说呢 这是局部的问题 从全局来看 黑棋虽然吃了三个子 但是大局上被白棋甩掉了包袱 现在黑棋的大局的这个是落后的 对 现在黑棋把这个子动出来 这个肯定是要动出来 这个要做文章了 不做文章 如果被白棋补一手棋 这全是空了 这全是空的话 黑棋空铁肯定不够 铁定不够 所以这个地方出动呢 也是争胜负的态度 必须得走 白棋爬 白棋是爬 白棋爬 这时候黑棋可能本手还是退 他退的话 他估计是担心 白棋就这么做活了 是吧 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靠选择的是 比较激烈的下法 对 一般来讲对这种 黑棋飞出来 对白棋来讲也是尖冲 一般都是爬和贴 对 那王老师现在是爬好还是贴好 很难说 他贴的话呢 就是这样 贴我长 你肯定要拐这个 你要不拐 显示不出来 贴这个的好处 但是现在我再靠的话 这两手棋的交换 这个从作战的角度来说 很难讲是 可能把这个字 给他送到危险之间 对 这个很难说 这个拐一下也 就是这个局面下 拐跟长交换也可能损 必须要拐 那我能不能就在这边拆个一 那这个挡还是很大 这个挡的话呢 黑棋的形状变厚了 主要你这块棋呢 就是拆一确实在 暂时可以脱离危险 但是黑棋周围已经这么厚了 如果这边的形状也很厚 将来这边来搜刮你的眼位的时候 你没有活镜 这个是白棋潜在的一个隐患 要小心 再说贴完了以后不拐 这个从职业洗手的心情来说 也是很难过的 我们看它实战吧 好 实战它是爬的 这个地方应该说白棋的防守也还是不错的 白棋就扳 然后断掉 对 这个时候起码进行到现在呢 我感觉周瑞扬的状态很不错 很不错 对 其实下这半期之前 周瑞扬也是刚刚进入百灵杯的决赛 是 而且他第一盘输了 应该算是势头更猛 对 那次决赛还真的是挺惊险的 其实他第一盘就输了 第一盘是赢棋 然后好像后边就出现了一点小的一个幻觉 对 然后输掉 当然联赢两局 联赢两局 这个还是 说明小杨他经过这个一个磨练 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在提高 要知道先输一盘棋 然后再搬回来 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其实对手也比他年轻那么多 谢尔豪 谢尔豪98年的 是 好 我们看 黑棋立 然后白棋打一下 长 先贴一个 这肯定要长 然后再小间 这个白棋 现在的任务 对 就把它做活就行 团 沾上 因为周围黑棋太厚了 这个白棋必须得先想办法做活 那黑棋 白棋这两个子如果再强行跑出呢也没什么意思了 白棋飞一个很有价值 这手机飞呢看上去是有点松缓啊 但是很有内功的一手机 如果你不走的话 黑棋估计会飞 那白棋这个地方就要缩回来 对那这样的话中央的这个潜力呢黑棋还是很大的 白棋飞了这个之后呢不仅能够让它的潜力变得没有 而且以后这两个子 蓄势待发 对这两个子是还没有完全死尽 一起调点一下 做活之前先小心一个立下 对建完了以后这个活得很轻松 这棋下到现在呢应该说黑棋在这边还是有所得 就是飞出还是有所得 但是并没有伤到白棋的根本 起码把白棋这个脚呢又撞得很厚 白棋这个脚上有将近20摩的实地 还是挺不错的 整体判断现在的形势还是黑棋要吃力一点 现在就轮到刚才说的这个地方 黑棋要冻出来了 对陈寅刚才说的这个拖还真的是好奇 这个点三三看上去是正洁 但是实际上黑棋这个挡完了以后 一肩这个手段还真的是挺厉害的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呢 这个手段抵消了白棋在这地方的收获 如果拖的话收获会更大 而且这手这几乎白棋都得跟着硬啊 是 重挡一断 断了掉 对 这个确实还真的有点危难 实战简单的这个一退一立 我也不太满意啊 能不能有更强的下法 对 我也在思考 比如说打个鼓有可能 这个下法确实可能会很厉害 那这个呢 这个很难看清 很难看清 我觉得啊 我觉得可能小杨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也是沉浸在这一块儿轻帅了 轻帅了 轻帅了 我现在大概不会吃我会拐这个 如果这么下来我可能会拐 我这个大概要粘上 其实对 这样就算搬过也还不错是吧 如果长出的话会比较复杂 这个其实很可能 从这边走呢 但是这个力也很大 这个力完了局部没活 你就算搬过 你搬我接下来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实战好 我觉得小杨在这个地方呢 他可能也是沉浸在优势一时的 他这个地方应该说啊 没有过多的思考 他实战追求的这个退呢 是一种平稳的下法 就是人就是这样 其实不管是下棋 还是做好多事 当你已经满足了 已经满足的时候 可能就不去追求了 对我一开始说那个定势 其实也是这样 这个是偷懒的下法 我没觉得这样是很值得鼓励的 但是在实战里 在比赛的时候呢 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节省时间 因为现在的比赛呢 节省都很快 时间也都是比较有限的 大家都常说了一句话叫时间也是木 所以呢 他在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去思考这种比较复杂而有利的下法 那倒是可以理解 对 可能这个时候吧 小杨更多的是选择了谨慎 因为这盘棋呢 是双方的主将之战 就主将之战就意味着 比那另外的三盘棋的这个分量啊 就更加重一点 重得多 重得多 主将赢了那三盘棋 赢一盘棋就得两分了 就得两分 这个非常重要 对 而且确实山东对现在的这个形势啊 只有二十二分 就是十八轮过后 这是第十九轮嘛 只有二十二分 是 这个形势非常的不乐观 对 所以作为主将的这个小杨 可能就更有压力 就想着能不能把这盘棋稳稳当当的拿一下 尤其有优势意识后肯定是这样 对 因为邱俊毕竟还是八零后嘛 对 他总是想着这个 自己好像还要年轻一点了 跟他到最后 这个应该不是小杨说的 这个估计是你自己琢磨的 自己琢磨的 我不认可你这个小说法 是吗 下棋的时候哪还有工夫去想这些东西 那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琢磨的 但是小杨为这盘棋的准备 这是真的 那个一般啊 我们在山东比赛啊 都是当天晚上就回北京 但是小杨呢 自己主将得知对邱俊之后啊 他选择了歇一天转天再回 因为上海队他们都是当天晚上回的嘛 他说这个队上邱俊啊 要拿出这个 十二分的精力 十足的力气来跟他拼 因为是著名的秋魔王 所以不知道这个晚上能不能走得了 所以选择了转天 可见小杨对这盘棋的重视程度 对 你这个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啊 陈莹老师对山东队了解很多 因为是陈莹他本身也是山东队的一员啊 对 好 我们欣赏棋 所以比较知道内幕 内幕很多 半毡 半阶 这局部黑棋活得很大 黑棋活得很大 确实白棋刚才有心情 白棋第一这个点三三可能应该拖 第二确实白棋刚才有心情 夏里说的那个下发 这个跳点本身局部是好棋 但是呢 起不到杀黑棋的作用 黑棋这个小尖好防守 对 他可能啊 我在想是不是挡了 他沾上想给他收一圈 如果挡的话白棋一接这个棋呢 有搜刮 黑棋最佳的下法是斑 斑的话我就尖 对 我就尖了这么收一圈 就满意了 这个收得很舒服 收得很舒服 这个还是先手 你还得吃 这个局部反正轮我下总是活的 如果再拆过来 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不满 这个黑棋 而且不太是不满 估计是大败的一个局面 是 这是白棋的如意算盘呢 这个小尖好防守 白棋呢 在使出这个二炉跳的这个跳点的手筋之后呢 黑棋这个小尖也是非常漂亮的防守 现在黑棋尖之后 白棋也不能挡 挡的话白棋 黑棋就冲 黑棋就一冲 你这个再挤过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白棋也只能接 那么黑棋再爬 对 这个比刚才的土要好得多 再长 局部的对杀呢 还是白棋满意气 白棋要立这个集团 而且呢 这样下完之后 这个周围啊 白棋也没有刚才那么厚 拐小尖 这个都是一本道 那么挡一个是先手 对 那这个局部下成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黑棋收获还是挺大的 本身刚才被点了个三三 看上去这个腥味的子呢 挺孤单的 但是征战了一圈以后呢 黑棋还获得了拾木棋 应该说收获很大 对啊 刚才是白棋这么多人打一个 对 黑棋还有拾木棋 比白棋那么多多 但是现在总体判断呢 其实形势还是白棋要稍好一点 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 就是这白棋三块棋呢 因为这个白棋是几千手 这是点不进来的 白棋的三块棋 基本上将近二十目 加这个棋呢 也有十八九木 就现在四十目棋的实力 黑棋的实力还真到不了 黑棋这儿有十目棋 这地方有十目棋 中央这个地方 十目棋应该不到的潜力 就算全都加起来 有三十目棋的潜力 那这两个子呢 现在应该没有说 完全的两手棋的价值 如果算在这儿的话呢 十目棋也才四十目 这两个子现在应该不到 十目棋的实力 而且轮到白棋下 轮到白棋下 黑棋的贴木 应该也是有负担 这个局面下 黑棋虽然厚 但是白棋实际上也不薄 白棋也都活进了 那就是说 现在综合的形式 白棋还不错 白棋还不错 对 但是优势 没有刚才那么大了 优势没有刚才那么明显了 在白棋打入 对 白棋选到这个打入 这个下边的选点 确实比较难 我估计白棋这个打入呢 也是看中了 上面由于有一些先手 就这两个子 是有活动余地的 所以是更具攻击性的下发 实际上从木树的角度来说 可能是从这边挂角 更好一点 更实惠一点 更实惠一些 如果你肩它一拆二 那么更好 这个下发 从实力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这个好 这个呢 有风险 现在黑棋守住实力以后 就是白棋看堆这边 有没有什么好的手段 如果没有的话 实际上可能还会亏 那白棋下一步这个 我觉得挺好看的 对 这时候其 这手棋确实挺值得欣赏的 它的意图很明显 意图也很简单 就是下一手 这个和这个要见合 如果你要是不想让它飞照 你先出来的话 那我这两个子就要跑出来 对 多了这个子的交换之后 再一贴白棋 可以把黑棋这边 应该说攻得很惨 甚至有吃掉的可能 因为这个子很轻 你即便飞住我 我二度飞 还有坐活了攻坚 对 所以说这手棋 还是蛮有想法的 对 有想法 它就看中了这一步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高手下棋 像周阳阳这样的高手下棋 他肯定不是说下一步看一步 走这个以后 他已经预料到 黑棋肯定要收脚了 这个地方很难容忍 让白棋摆出一个差而来 黑棋很难容忍这一点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相关联的手段 但是尽管黑棋 在这个地方看上去防守 是有点吃力 甚至有点狼狈 但是不要低估秋军的这个战斗能力 我们看秋军实在这个飞 好棋 这个飞应该说是在被动的局面下 一直解两处难处的一个好棋 他现在就有了这手就不怕这个了吗 对 有了这个的话 其实白棋或许也应该走这个 但是黑棋我估计可能选择的就是一个靠 一个靠 对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真这么下的话 会怎么样呢 扳 然后爬 对 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白棋就不太满意 如果你要是渡过的话 上面可能就被卷掉了 这个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起码黑棋是防守住了 也就是说白棋在这个地方 普通的这么渡过 唯控的这个战果是不满意的 在这里白棋还要想点办法 白棋实战这个贴也是挺不错的一手机 这个贴给黑棋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难题 看上去白棋这个扳是不成立的 后手啊 对啊 我这一段 对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脱线 你也不知道走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肩 你现在肩我就斑 你针断的话我一吃 你这个地方得允许让我提一个子 这个很痛苦 哇 这个先开一朵花 我还是挺舒服的 就即便是我不能够吃掉你这两个子 那我再从这边出来 这一朵花还是很有效果的 还是很有牧树价值的 所以这个贴呢 黑棋还真的是不能等闲试之 怎么办呢 现在黑棋的这一靠啊 对 很凶 应该算你胜负手了 胜负手 我觉得拼得很猛 是 是这个地方呢 从后来结果看也确实是本局的胜负处 本局的胜负处 白棋斑是只此一手 然后夹 这个夹是好奇 相关联的手段 对 那么陈妍我问问你 如果我冲你是怎么办的呢 冲一个 哎 那我我就打吃吧 你要打吃 是的 好 那我再尝呢 您小心我有可能把您这边是不是给卷了 是 是你 我打吃呢 我尝 我再沾上呢 你再沾上 我再沾上 那您里边不就死了吗 对 我就不要了 那难道这个图是我中计的吗 这样的话也不能说中计 但是这个图白棋的战果不明显 那还有更好的 对 白棋最凶的是吃这个 从这边吃最凶 我估计当时可能周围阳也是特别期望能下成这样 吃完了再接上这个图最凶狠 让人家把这边吃 对 你只有吃 然后我这个接先手 我再接这个黑棋更危险 以后我这个接还是先手 这样下的话比刚才那个好 刚才那个是转换 刚才那其实你仔细算 你吃了我六个子 其实就二十木棋 不是很大 外面被我全都给走成后市 我吃的木树其实也有很多木了 这个是白棋的如意预想图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这盘棋马上就结束了 我们看看后面的精彩的公杀 好 我觉得这一靠这一家 真的是够顽强的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但是说实话 这手棋是有点超出棋手常规的 这么一些招法的 现在白棋倒是在黑棋的这种下法界面前 白棋倒是也有点选择 其实不看白棋退一个也未尝不可 但退一个这个时空被搜刮的 我就飞过 但在这个局部还好 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出现死活的问题 你这个棋等会还是要补气 即便你不补气 我这个结实先手 我这个结实先手 实际上你这个子是变得孤单了 不太好动 对 那你现在冲也冲不动 你现在冲我也吃 你这个跑的一个手段更没有了 所以白棋其实可能考虑 应该考虑忍耐一下 忍一下 应该忍一下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 海阔天空 这个地方 当然大多数职业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 它实在这个冲也可以理解 冲倒不是决定性的问题 就是当打吃完了接住的时候 小杨这个爬呢 恶手 这个形状上出现问题了 他可能没注意别人可以先扳一下吧 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这个棋的本手 其实是应该长到三三里来 走在脚上 对 长到三三 长到三三 黑棋应该还是挺难办的 黑棋不能接 黑棋接的话 白棋接这个有先手味道 如果你再补回的话 它再一飞 你再补回它再一飞 这个棋 黑棋其实虽然是看上去打穿了一点 但是实际上整体的作战 依然还是很被动 很危险 我估计黑棋只能拐 黑棋拐就算白棋拐过来 其实也没关系 黑棋大概还要长 白棋再虎吃一下 虎吃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再把你封进来 这个棋应该说 整体 好像还是白棋比较主动 对 白棋比较主动 刚才我们看白棋脚上的空 其实没少紧不起 但白棋外面变得很厚了 整体的实地 刚才我们判断过了 黑棋本来就不占优势 这个局部如果不能有什么明确的收获的话 其实还是白棋会有比较好下一点的感觉 我看它这盘棋 从这个爬开始 白棋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这个是白棋的问题 它是想 可能是想要着黑棋的眼睛 是 它肯定希望是 等人家虎这个的时候再长 这个棋就已经直接连回来了 这个更舒服 但是没想到 人家可以先搬一下 先搬完了 在虎这个地方的形状呢 白棋被黑棋就弄坏了 搞坏掉了 这个形状 现在白棋还得从这边搬 然后被黑棋连搬 这整个在攻杀的过程中 就是不停地在被黑棋借劲 你发现没有 本来是单长的话 黑棋在这借不着劲的 走不出这么多字 现在这个搬了一连搬以后 白棋在这个局部很难硬啊 对 现在白棋没得动劲啊 只能 然后黑棋现在再回过头来退回来 在补助这个的同时 白棋自身也要补齐 白棋必须得 对 由于黑棋借了好多劲以后 黑棋现在在一虎 白棋在这个局部 再想攻杀黑棋整体啊 这就是变得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了 似乎觉得黑棋的这个眼型 怎么瞬间就摆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白棋 从后来结果看 白棋这个爬 可能是本局的败招算是 现在点 接上 然后吃进来 对 由于自身这个棋没活 你外面整体杀黑棋整体呢 是不太可能的 只有吃这个 但是吃的话呢 黑棋马上就开结 就凶重了打结 很凶狠 关键这个棋 黑棋太厚了 白棋这个在打结的过程中 确实打不过黑棋 不好找黑棋的结材 而相反 黑棋好像上面的结材还蛮多 是 黑棋这一挡之后呢 白棋 其实马上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 是不是要硬结 如果要硬结的话 硬在哪儿其实也比较为难 你要硬在别的地方的话 它还有好多结 还有结 你要想不让它有结 你只能硬在这儿 这个木树是自损的 这很痛苦 所以呢 白棋在这里 艰难的选择之后 只能选择不要这个 不要了 沾上 沾上 那我这一点 这一转换之后 转换之后 这个形式是不是 对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 白棋现在转换之后的本手呢 是跳这个 跳这个 把这边全吃掉 那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们已经准备过了 我已经点过木了 就是这一块棋呢 加上这两个子差不多有60亩 加上这个70亩80亩 黑棋差不多有80亩 然后白棋呢 其实现在全盘加起来 大概就只有70亩 只有70亩 然后还轮到黑棋下 黑棋就算小跳一个 这一期白棋要输了 已经要输了 就这一个转换 就把前面的这个优势 不但都没有了 然后现在反过来 还变成黑棋优势 对 其实你可以简单地判断一下 白棋的收获很小 黑棋这个一点吃 连虚的带实的 已经点吃了将近40亩了 然后白棋这两个子 被黑棋吃掉之后呢 在这个局部 本来就是白棋的空 其实 这个小本来就是白棋的 白棋的收获 无非也就20亩 这个转换 黑棋还是赚了很多便宜的 对 所以当黑棋点到这的时候呢 这个局势 白棋 已经被逆转了 就不能再满意的 这么跳了 不能悠闲了 对 但是这个呢 有过分的嫌疑 因为黑棋整体厚啊 你想跳在这 把黑棋这些残子 全吃掉 黑棋也不答应 黑棋也不答应 所以黑棋靠出 靠出 白棋也靠 对 这个靠呢 其实枪法已经有点乱了 正常来说 白棋恐怕还是只能虎 只能虎 走这个的时候 然后再选择这种挖 把这底下吃掉算了 可能只能这样 它这个靠 这个靠其实意图不明 就算黑棋跟着退一个 其实有多大收获 也看不清 便宜一下 对 因为现在白棋 便宜一点点 已经不太够了 总是要在这边 多有一些有力的下法 收获大一点 现在被黑棋 我觉得这一挖 这挖好奇 对于白棋来讲 又是致命的一致 对 这个挖的话呢 就形成一个转换 我们待会可以看到 这个转换的结果 黑棋立 挡 再拐吃 对 现在黑棋拐吃到这个字以后 已经这块棋基本上还活了 你也不敢长 这欠这一手棋呢 只有搬 搬黑棋断一下 你只有吃这个 这都是一本道 然后就挡 对 打吃一下是先手 那我们看黑棋在这一活 还活了不少木呢 活得起木齐 这个是非常大的 对 那这个转换的结果是 黑棋把这个吃了 白棋就吃了这么一点 和这一个小脚 对 这个地方 其实木树的收获很小 跟那个是没法比的 现在白棋爬进来 黑棋打吃 打一下 打这个还挺难过的 还只有提 为了 黑棋拆盖 下面不被人家便宜一下 对 那拆盖以后 这个几个子也没有风险 因为本身白棋这个挡的是后手 对这边都是后手 这个棋跟我们刚才这个跳相比 实际上双方的实际的差距在拉大 这个时候应该说 胜负已经逐渐的明朗起来了 对 现在白棋贴 对 他贴他搬这个 这两个箭盒的大 现在为什么这还要拐两下 然后 对 这样下 沾上 对 白棋现在就是在做一些准备 接上 对 他是 是 他现在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你觉得知道 他现在打吃这几手棋 他还要打吃 对其实这几个次序 大家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突然间发现了 也值得上去 这几手棋也值得上去 可能单肠一个更好 但是他这个目的 对 我突然间看了 他就是白棋要为了这个单肠 创造出绝对先手的权利 其实本来单肠是不是也先手啊 因为我这有断吃 对 其实应该单肠 他又丧失了很多劫财 损失了很多劫财 现在白棋点一下 对点一下 然后开始对这块棋进攻 天元位置 我们看黑棋后面的防守非常精彩 黑棋靠这个好棋 白棋 对 白棋现在其实就是要围攻 围吃他 对 要吃 没有什么好棋 你要是不管 你要退的话 你挡着回来了 你要冲的话这边有班 所以白棋最强的下法是点 他要实战 点了冲 可是这个点了冲之后呢 秋军准备了做活的好棋 哎 挤这个 对啊 这个已经看见一个打结 对 这棋挤一个 居然局部就已经做出打结回来了 这个对小杨来说打击是巨大的 对 现在已经到了 如果不吃他的话 就要输了 这个时空已经明显不够了 对 先立一下 但是这个棋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黑棋的本身结材实在是太多了 是啊 大家摆两步其实就能这个 是 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棋根本就吃不着 吃不着 黑棋这个本身结都是白来的 你还得硬 嗯 再提结 对 对 其实后面的棋呢 我们简单的交代两手啊 我们也不用那个把这个结的过程 全都摆过来了 像黑棋一冲 对 白棋的每个结 其实找起来都挺痛苦的 再提 白棋 白棋只有这几个看得见的本身结材 嗯 然后白棋再提 对 然后黑棋再往外拆 对 这个棋我觉得后面其实可以不用摆了 所以 因为 这个结征的前景非常的明确啊 我们可以 嗯 很很清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确实 黑棋不可能有死的风险 对 可以看出来 这些只要 我每跑一个都是结材 而白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些 能跟黑棋这块棋死活相抗衡 对 所以下到后面呢 其实招法跟胜负也没什么关系了 这盘棋呢就是 黑棋虽然在前面犯了好多个错误 但是白棋在最关键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白棋就输了 正应了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 下棋想赢棋呢 不是说你下的多好 是对手下的比你更差一点你就赢了 对 或者说呢 是这个 谁犯最后一个错误 谁要输气 对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常说的 赢一盘棋很难啊 嗯 很难 那么 邱俊赢了这盘棋以后呢 上海队也以3比1的比分来取得了整体的胜利 是 山东队呢 现在是排名就更加的危险 很有三轮希望呢 山东这些90后的小将们要加把劲了 对 我们希望上海队跟山东队都不要将棋 那 那当然了 当然 那这盘 嗯 然后这盘棋的主要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转换吗 对对 应该说胜负处是在这里 但是前面黑棋犯的几种错误啊 尤其是这个大跳 这个错误的类型呢 其实很值得棋友们去思考一下啊 吃掉了这个机会以后就再没有了 这个轻和重的这么一个概念呢 是我们这盘棋想传递给棋友们 让棋友们思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感谢二位大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我们文评论到呢 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再次感谢齐秘方的收看 齐情天下 齐乐无穷 各位棋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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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